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长泰,我们继续OminiFox for iOS 课程 本节我们学一下预测的设置方法 这里所说的预测指的是OminiFox首页最上方的预测的区域 以及点击某一天所看到的内容 这个预测非常的重要,我们从它的位置就可以看到 它在整个首页放在最上面的位置 预测的设置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比如我做客奖的日期是3月26日 这时候我点击3月28日,这时候是周二 看到下面是没有内容的 这时候只需要找到我项目中的某一个动作 比如有一个动作叫提交A客户合作方案 我只需要设置这个动作的截止时间是3月28日下午的5点半 我们再回去点击3月28日这个预测 就可以看到这个动作就出现在这里了 我们看到这里的预测主要指的是近期5天 包括今天和未来4天 这里又有个将来 点击将来会看到4天之后的所有预测事情的列表 时间是由近到远的排序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点击明天或者后天的预测 下面出现动作右侧这个图标应该是灰色的 但我这里是黄色的 是因为我们做的默认设置是不一样的 我们找到Amiforce中的设置 然后找到接日期 点击一下即将接的时间 我们看到系统默认设置应该是今天 我们把今天改为两天 再回到预测之中 这时候就会看到两天之内的动作都会标注为黄色 那对即将截止时间定义的范围 这也要看个人习惯 我们可以多尝试一下 比如设今天两天摸索一下 看哪种方式对你最有利 那对于我来说 我默认习惯还是设置为今天 好我们看下一个支持点 那我们新创建一个动作 和市场部沟通展会方案 那比如这个动作 我设置它的推迟制时间是3月27号 上午9点 接着时间是28号的下午5点半 大家注意当前是26号 也就是我在规划未来的事情 那当我看两天之后 就是28号预测的时候 看到这个动作它默认是灰色的 默认是灰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这个动作需要在公司执行 那今天是26号是周日 那这个动作是不能提前执行的 所以系统会把这个动作设置为灰色 代表了当前不是适合执行这个动作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明天 也就是周一 点击周一之后 发现没有任何动作的提示 但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明明设置了一个在周一启动 这个周二截止的动作 和市场部沟通的一个动作 这时候我们把界面向下滑一下 点击下面的区域向下滑一下 会出现这个菜单 然后点击一下试图 然后点击一下推迟的项目 然后让推迟项目右侧这个对勾出现 然后我们再回到预测 点击周一 这时候我们看到和市场部沟通展会方案的动作 已经出现了 但它也是灰色的 代表着目前是周日 并不是执行这个动作的适合的时间 所以是灰色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一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这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动作 它的字体是黑色的 那代表我们当前时刻是可以执行这个动作的 那如果我们看到某动作它是灰色的 那代表这个动作设置了一个开始和结束时间 那当前时间并不适合执行这个动作 那等到时间推移到这个动作开始时间之后 这个动作的颜色就会变成黑色的 那那个时候才是执行这个动作的最佳时间 好 我们看下一个支点 那在前面 我们通过设置项目中某个动作的截止时间 可以让它出现在预测之中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预测的设置方法 那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某一天 比如今天26号 我们点击周一27号 点击预测 发现下面只有一个推迟制的一个动作 我们想设置一个当日节者的事情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上方的加号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动作 大家注意创建动作的时候 它已经默认设置了到期日期 是当日下午的五点半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动作的一些名称 比如提交C客户的合作方案 设置一下项目和上下文 设置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周一就直接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设置的新的动作 这里其实就是在预测中添加动作的第二种方法 这里有些朋友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们设置推迟制和到期的时候 系统会默认设置一个时间 比如5点半或者9点 这个时间在iOS版是不能进行修改的 如果你想改 你需要手工改 比如说你认为到期时间是下午的6点 你需要手工进行修改 在Mac版是有一个默认设置的 我们看到推迟日期的预设时间是上午的9点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截止日期的预设时间是下午5点半 如果你希望今后设置的所有动作的预设时间 都进行一个默认的调整 你可以在Mac版上进行修改 那在预测中除了展示推迟制和截止的动作之外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关联了日历 我们打开iPhone自带的日历 然后点击3月27号设置两个日程安排 一个是上午9点到12点的团队会议 一个是晚上7点半到10点的看话剧 这两个安排 这时候有可能在27号的预测中 没有出现这两个日程安排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界面向下滑 然后点击视图 然后看到有一个日历事件 右侧的对勾需要选上 选上之后 在27号我们看到下面才会出现日历事件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在日历事件中团队会议这个安排 是有个时间长度的 每一格代表一小时 我们可以知道大概需要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去看话剧却没有体现 那是因为我们在默认试试中 一天的结束时间是晚上7点 而看话剧是晚上7点半开始 所以我们需要修改设置 我们需要把一天结束时间 从晚上7点 比如改到晚上11点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看话剧的日常安排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团队会议和去看话剧 这两个日常安排 颜色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橙色 一个是绿色 那是因为我之前在日历的使用过程中 对日历进行了分类 比如生活家庭使用的是绿色 团队安排使用的是橙色 当我每新建一个日历事件都会设置对应的分类 所以就体现出了橙色和利索的区别 我们注意到当我点击日历之后 右色其实出现了两个账户 一个是我的Gmail日历 一个是iCloud日历 而且我设置的是这两个账户下的日历 以及所有的子分类都体现 甚至包括了中国节假日和生日 我们也可以添加某个日历账户 方法是先找到iPhone的设置 然后找到日历 点击一下 看到账户 这里我已经设置了iCloud和Gmail的账户 然后点击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添加新的账户 点击之后会出现一些日历的服务的一些供应商 我们也可以点击其他进行手工设置 那如果说我们在iPhone中 不再需要使用某个日历账户 比如说我不再使用Gmail账户了 那这时候只需要点击Gmail 然后看到第三行日历 然后把这按钮由绿变灰就可以了 那假如说你有些特定的需求 比如你在日历中需要同时使用Gmail和iCloud两个账户 但在Omniforce中只需要使用iCloud的账户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可以在Omniforce的适渡选项中 把Gmail账户的日历选项的勾去掉就可以了 那其他关于日历的一些参数和一些设置 大家可以自己点击一下多尝试 这里我就不详细讲解了 好以上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再见 谢谢 好